大家好,我是风格爱花卉 今天有幸去参观了荷花和湿莲的养殖基地 它的品种之多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朋友们以前听说过 用手拍搭就可以让它开花的荷花吗? 大家可以跟随我的镜头来参观一下这男的一家的开花手法 因为这种荷花的花瓣层数比较多 如果你不借助人工来帮它开花 它的花瓣想要自己打开就比较困难 我们再来欣赏这一个品种 它白里透红 十分的娇嫩 特别的漂亮 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叫不出它的名字 这就是它完全开放的状态 特别的漂亮 大家在跟随我的镜头参观一下 睡脸 它开的花虽然比较的小 但是也是多种多样 有红色 黄色 白色 就飘在水面上面 用手机的镜头都拍不出它自然的美 再来欣赏一下这朵花 它特别的奇特 一朵花有好几个颜色 半边为红色 半边为黄色 中间为虫色 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再来欣赏一下 这一颗 更是漂亮 看起来就像假花一样 飘在水面 以前也见过莲花 但是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品种 英语言 无法形容它的美 这一个就是大的荷花 它可以作为切花来观赏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荷花仙子吧 听老板讲 这些花都可以在家中养殖 只需要有一个直径为50公分左右的 不露水的花盆就可以 我们各种颜色的都养一盆 是不是很漂亮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